針對今天的補選以及罷免的結果 總統蔡英文剛剛也在臉書上 恭喜林靜怡 謝謝她這一段日子的努力 在接下了陳柏惟的棒子之後 盡全力來照顧中俄選區的鄉親 另外總統對林常州委員 繼續留在國會 總統也希望為中正萬華的選民 以及臺灣繼續加油 總統同時也在臉書上強調 未來還有疫情的考驗 全國人民都要一起團結 努力來克服挑戰了 這是我們剛剛看到 總統在臉書包含恭喜 包含勉勵都有這個意味 在裡面的一個發文 我們接下來要討論 就是這一次中俄選區林靜怡當選了 那麼這一個能夠擊敗 岩寬恒奪回中俄選區 專家就分析了 隨著年輕選民的增加 選區的中間選民就變多了 那麼再加上綠營動員 全黨的資源打空戰 總統也親自為林靜怡站臺 讓林靜怡最後能夠順利的當選 當然大家也看到了 岩家的違建 以及佔用國有地的爭議 在這次選舉當中 成為矚目的焦點 儘管岩家深耕地方多年 然而家族的包袱 似乎也就成為了岩寬恒敗選的主要原因 選情重要時刻 蔡英文總統和賴清德副總統 親自為林靜怡站臺 催出了綠營的支持選票 林靜怡重新奪回中二選區 報了陳柏惟罷免案一箭之仇 專家分析林靜怡能勝選 除了中央資源力挺 側翼也發揮了效果 明水和前市府官員 猛打岩家侵吞香油錢 侵占國有地 炒米粉會選 媒體的報導 終於讓岩家 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被攤在陽光下 嚴寬恒拆自家招待所違建 敲下第一塊磚 結果拆了一個多月 還沒拆完 岩家被爆料借錢不還 讓岩清彪大動肝火 氣得跳出來成心 即使岩家強調一家五代都是在地 但岩寬恒該說的話沒說清楚 家族包袱成了最大阻力 也讓他一路挨打 另外中二選區年輕選民逐漸增多 綠營空戰達到效果 岩家雖然動員能力強 但岩寬恒從2013年以後參選立委的票數 就逐漸被對手追上 顯示組織動員效果已經達到天花板 這次岩寬恒敗選 結果已經可以預見 華世信黃嘴爛滿你紅蓮輝張志軍 台中報導